各位國人 大家午安 謝謝大家一起在連假中配合防疫 接下來 我們要持續防堵疫情 今天 我有三件事情要跟大家報告 第一件事情是關於疫苗的施打 日本提供的 AZ 疫苗 已經配送到各縣市 陸續開始為高齡的長輩施打 許多縣市都互相學習經驗 也參考國外大規模施打的做法 我要謝謝地方政府的配合 尤其是民政 設政 衛政等系統分工合作 快速造冊 通知 依序來施打 謝謝所有第一線同仁的努力 今天是連假後的第一天 也是 6.15 警察決 這段時間 警察密集協助防疫 也支援疫苗施打現場的持續維護工作 我要對所有的警察同仁的付出 說一聲謝謝 各位警察同仁 辛苦了 中央也會隨時注意地方施打疫苗的狀況 並且提供協助 另外 我聽說有假訊息在鼓吹長輩不要去打疫苗 我在這裡要特別特別跟大家叮嚀 接種疫苗對長輩真的很重要 我們的老大人 萬新病的患者 還是感染到這種患者會變嚴重 甚至會過心 這就是我們為何要讓老大人生來注射的原因 所以我要請各位中部的士長 讓總統拜託 趕快去注射 我也要拜託看到這段影片的年輕朋友 要提醒家中的長輩 這一針務必要去打 各縣市政府都有規劃順序 拜託大家依序去施打 今天要跟大家報告的第二件事情 是關於醫療資源的供應 這段時間以來 我們看到很多的朋友 出錢出力 提供醫院從最基本的耗材 到最高端的儀器 跟政府一起努力提升整體的醫療能量 我要代表政府表達最深的感謝 除了有民間的支持 政府也會持續全力調度資源 跟提供設備 降低重症率和死亡率 就是我們的目標 第三件事情是關於紓困的進度 政府的紓困方案已經陸續退出 請符合資格有需要的民眾和業者 可以趕快去申請 我們會持續地檢討紓困的內容 並做調整 和大家一起度過眼前的難關 我要拜託大家 因應三級警戒的關係 不少過去以內容為主的餐廳、店家 都必須改用外帶或外送服務 我想請大家如果心有餘力 可以支持這些你平常會去、喜歡去的店家 幫助他們一起撐過疫情的難關 再一次感謝每一位台灣人民 只要我們彼此合作、團結防疫 一定能夠克服挑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